你们说今天中国的经济也好起来 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 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 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 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那不用我们后来 那个作者姓曹的 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 年过七旬了回来了 回来在北京 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纽约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 他就说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战场 老年人的牧场 就坟场 老年人的坟场 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 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 这好 他说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 都是负债的 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是个人 你要一没这个工作 你立马成孙子 就是因为你房贷 车贷 学贷 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 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师 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 当然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 老华侨们 你看到老华侨们就看出来 当然那是个老华侨 大部分都还是 所以劳工阶级 在中国餐馆 打工的就是老华侨 你发现 很多的老华侨 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说回到故土 我这点钱 也能够吃我们每天 喝点小酒 溜溜狗 走走路 是吧 在美国就很惨了 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 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郑老师 当年你在美国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嘛 聊移民 我就一下就想到他 他当年你知道 在跟名人啊 曾经同居过 跟这个王 现在还是李银河 李银河的 这个已经去世的 那个王小波 对吧 他跟王小波呢 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 而且呢 他住的那个房子啊 是他去美国 李银河帮他租的 是李银河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 对 我住过以前是我们一个单位 但我认识没见过他的面 你当时去美国 为什么让李银河帮你找房子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 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 特别我找十个月到美国 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 是美国批斯堡大学大学校长资助 所以我当时人家就说 到美国去 跟中国不一样 对吧 在中国我们这些单身汉是不叫防费的 因为你做机体收拾嘛 说到美国 那点钱哪能付得起防费啊 你得找人帮忙啊 不然你就坐到马路上 我想坐马路上 给警察给抓起来 然后就拖地引火照 然后真的给我们找到 找到了小隔楼 但我没你那个胆量 就把隔楼在外面再盖隔楼 这定春秋 一下就扎一枝 一下扎一枝 我来做证 他拆了 他拆了之后有抑郁症 整天说教会 我越想越不服气 可是没办法要守法 然后又要看风水 又这个拉格 最后他看破了 不是这个 我做了事就因果嘛 当然既然这个丁老怪揭发了我 对吧 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 因为这本身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 对 我今天我跟广美还说呢 我说聊移民 就主要是他们俩说 嘉辉在美国生活 丁老师对吧 后来广美也启发我 说咱们在香港生活 也算移民呢 对于内地嘛 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 你是聊啊嘛是不是 对 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现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嘛 我没移过民 后来你想 不是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 还移了两个地儿 今天中国富起来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 通讯啊 对 都很发达了 很简单了 是吧 还应该不应该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对不对 好不好 我一直坚持这一点 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 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 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 试一试 试一试 试成功了 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气 试不成功 你再回来吧 乔外移民给的钱不少 试不成功 你再回来吧 交续费嘛 我觉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虑移民 因为我觉得看世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么大 你哪知道 哪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远不知道 我强烈建议 现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听他们讲 哎呀 我明年移民到英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这算什么玩意 全世界都知道 你有本事 现在移民到非洲 最偏偏的地方 到那地方当囚杂 那才是大牛 是吗 我估计那个能免签 是吧 直接 非洲运民欢迎你 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讲的 真的是一去 壮士一去 不服回那种感觉 或者说我去了 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衣警还乡 现在不是吗 我可能去 为了某些原因 安顿了小孩 或者说拿来护照 飞来飞去 现在都是在城市 跟国家之间 飞来飞去 所以刚说 其实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还是移居 有一段 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 非常美好 所以其实呢 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呢 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 我已经看到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就是说啊 凡是有太阳 照到的地方 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 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 还是不发达 都没有关系 最近你看 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 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 就说中国好像什么 曾经有个阶段 闭关锁国 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 比如说明清时候 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 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 是一个误读 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 一边丝绸之路 或者说是这个海外 比如说宋朝南宋 这个中国包括这个正和下西洋 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 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 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 他们也往海外跑 对吧 就南洋花园 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 他一样都往海外跑 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 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 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 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已经遍布全球了 刚才说有太阳地方 就有华人近平 现在没有太阳地方 也有华人近平 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没太阳吗 那个地方也连大概八个月 极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像那个实际上 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印象到很深刻 一部人类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 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 华人是这个中间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 人多嘛 确实说的啊 这个英文不好 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 更严重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 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学好英文 在美国 但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 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 都可以 然后呢 你跟他学英文 你跟他干活 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美国同学不错 李银河 我觉得李银河 没错 第二个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他说你要买一个 最便宜的核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取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着 在里面听那个头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 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得占得税 没得躺的时候 房间太窄 天哪 他用蘸的水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15 15 15 平米 15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1米8的 而且你知道那个房 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 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 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 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 这么样的一个人 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晓得 他要抢他钱 不是 不是 不怕移民 害怕他割割他的肾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驱沉室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 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弹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 这个实际到今天 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 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 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录 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 那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碟 非碟 不是 那你臭不臭呢 那时候 我是臭啊 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 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我说你至于嘛 在这儿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 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 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 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先弹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 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不不不不讲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 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 教你的一个撰稿啊 我哗 给他砍了半个小时 最后就教你说 哇 豆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 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 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 这个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 没少受罪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 点菜 他们就 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 他说点 跟他讲说 我要脱衫 脱衫 菜心叫脱衫 脱衫 脱衫 但是脱衫 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 脱衫 脱衫 太高兴了 太高兴 我很好奇 那个服务员 家辉学这个话 就成性骚扰了 不是 那个我很好奇 那服务员怎么反应 我是 假如是男服务员 一定 马上把电话号码 我所有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 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 她们就这么整我 那时候很受伤害 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 你不可能随缘的 她说这个事 我问你们两位 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 这个最受伤的事 你记得吗 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 讲几句 讲几个创伤 因为我创伤太多了 讲一个还是讲两个 还是讲三个 定春秋 这要不就是春秋吗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资堡大学上课 上那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斯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人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大概大部分 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 我班上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 皮资堡大学大学校长的讲语件 全大学最高的讲语件 然后在班上 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布置周园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难得 就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出最高的讲语件 他们自己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啊 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读得懂 他们两个的眼神 他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 也真的把我们美国那岁人的钱 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No 我就读得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是这样的 丁老师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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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报 这是第一个手不害报 你要问我多得很啊 加一辉来一个 但是丁老师 你应该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去 我最喜欢那种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那些诀 是啊 我老是人家的钱啊 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帮嘛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 他讲的这个情况啊 我帮你跟你讲那个情况 我们倒遇到一个 住在一个楼上 我们那个三层楼 那个第二层楼 一个老王 我不好讲名字 名字我记得 他是东北来的 他是学那个 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哎呀 这哥们喊 这哥们比我们 当时要大个社来岁 他已经是中年人了 我们那时候小青年 他跑到美国去以后 他英文比我们还差 他让他胆特的 每个招募都请不通 都在吃饭 跟你一样 他和林走的时候 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在皮士堡 人人皆知 就是华人 人人皆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立定为 回来以后要当院长 他走的时候 当然是系列的副主任 所以干部说 你到美国去 美国很腐败 要终于不要给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 回来以后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 卫生所啊 要了一大堆的 那个避孕套 卫生套 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 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 好像没什么机会用 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他是访问学者 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们是多学位嘛 临走的时候呢 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 就叫Yardsell 就临走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 他把所有能够的东西拿来都卖 其中呢就包裹 来的是一大包的 我被病人套 故奇了吧 我们一看以后就闪眼 说老王啊 这个东西不能卖了 因为这个传染病呢 他说我这也没用过 然后我们家人家也不知道啊 美国人不知道啊 你这个在美国卖了 也不知道中国卖了 我想起来了 他马上回去以后 就拿一个大白纸牌 然后就用大那个出了那个别 就写了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 从来没用过 那才新才了 这就有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 说我的大脑最值钱 因为是新的 从来没用过 从来没用过 这个我现在插一个题外话 这句话没用过 可以很幽默 可以很哀香的 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 从来没用过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 据说是她写的 那么就是说那个两句话 就是那个一双 一双婴儿鞋子 这是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 哇 叫很多故事 很多想象 那当然 对 到底是什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买了浪费吗 还是英文人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 所有故事都有可能想到 老海的小说做出来 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 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 你的大脑 never used 我们就想好 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 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 你到了那就是 你看我在香港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 还能通行江湖 能应付一下 我有过一个体验 就是说啊 你真到了美国 就是英语不行啊 什么叫寸步难行 我约列能够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 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 我们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 我当时就发现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 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间里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是半夜 鲁豫在我面前说 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 逛街就逛 在挪威奥斯勒 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 仅次于你的智慧 还没那么好 他带着老婆带两个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文也不行 那根本讲是挪威奥 挪威奥很难很难讲的 我都听不懂 他后来又讲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么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 什么不带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 你明白意思吗 全脂脱脂半脱脂 就是很复杂的 搞了半天 对方那个傅文听不懂 结果和他想这个举照 孩子要喝吗 有喝妈妈的那种 对 然后呢他说 我跟我太太来喝 非常振动 这是脱脂的吗 脱脂的 他认为这是脱脂的 这是牛的 这是牛的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那傅文一看起来 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明你讲 真的不一样 没有我刚才我只是想要讲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 当地语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 他们一般还是很 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 来去檢控你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会告诉你说 离开你的车子 就我们看定 离开你的车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 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 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执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这个 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顿 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 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 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真的就是 我就觉得不光是 而且因为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出国移民 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 但是我去过一次 香港 你摆一次 我不用 所以就办了 我跟你说 我们公司 我出公差去美国 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 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 我就跟嘉辉说的 说对老外笑脸相迎 我们去派我去公司 派我去美国 去主持一个什么 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的秘书 把所有的都办好了 早上六点 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 排队嘛 然后呢我就觉得 我这个英语不太好 就是像你说的 人家说啊 这个外国人呢 你见到他要笑 对吧 在笑 然后呢 黑口黑脸 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 一个女的 一个大肚子 长得还挺漂亮 怀孕的啊 那个女的见到我 她一点也不笑啊 瞪这个大眼睛子 这么看着我 然后她就问我一些 我也听的半懂不懂 然后问我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说你这个去那个 有没有收入啊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 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啊 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啊 什么什么的 我管她在说什么 然后呢最后就说 说急了 就是说那这个什么 你就挣钱 还是不挣钱 跟我说半天这个事 最后问我 你这个工资啊 什么的 我好像是问我 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 他爱给多少给多少 不能的 违法 走了 就最后 我们公司秘书就说 怎么回事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 给拒签了 后来他就说我 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 香港美国领事 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就就说 啊 说这个女的啊 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 嗯 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 然后呢 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 没有理由的冲她 嘶咪嘶咪笑 因为 他觉得心里有鬼 那我 我跟你讲 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 这种误会啊 可大可小嘛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杀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 表情的误会 还有行为的误会 干嘛呢 我下飞机 你要检查行李 路径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个海关 看我那个行李 然后瞄我几眼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 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 你要这样 他只没弄眼了这样笑 然后呢 他突然本来对我笑 突然不笑 凶起来 脸凑起来 干嘛呢 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 把我抓进房间 搜身 全身搜 身体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象的 他都搜了 那我无所谓嘛 我清白嘛 身症不怕影子歪 大家 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心里想 好啊 你要求的 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 你要看就看嘛这样 然后呢 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 清白他出去 那老外也很好 他给我道歉 说抱歉 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到底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 原来他指一下 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 发现有避孕套 他说 刚才丁吞秋卖的是吗 没用过 没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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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带的 可是你带的是用过的 原来过程里面 我记得他检查 不是有安全套有犯法吗 不是 第一个我很年轻 第二个他那时候 问我一句话 他说 我记得他搜行李的时候 问我 你有女朋友吗 在美国有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 然后后来他怀疑 原来他怀疑 我用安全套来孕毒 常在身体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 怎么会自己 从香港过来 要带着安全套 那他不了解 假惠都会过 所以以后我都警告 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 所以你看 听上去 这个移民啊 我看那个字 这个桥外移民 其实中国人这个桥子 是很有意思的 最早的是一个人 这个地方是那个桥 那个桥庄打扮的桥 对 所以你要移民的话 可能就是跑人家 去桥庄打扮 又伪装出来 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 你知道吗 谁给你的这个植物广告 我跟我相信 我跟我相信 丢老师今天能发财 我帮你要 我帮你要